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大家既熟悉又喜爱的音乐盒 它不仅声音好听 外形也很好看 真好看 是的 其实生活中小朋友既熟悉又喜爱的小物品有很多 皮皮和鸭鸭 你们能说一说还有哪些物品吗 有地球仪 电风扇 我的故事书 有小丑娃 蛋糕 糖果 汉堡 棒棒糖 今天我们就要选择你喜欢的和熟悉的一些物品 按照有密有书有高有低的构图规律 将它们画到一起 组成一幅好看的画面 下面我们先看一看其他的小朋友是怎么画的吧 桌子上的物品 桌子上放着许多物品 有苹果 茶杯 还有一个大瓷瓶 瓷瓶里放着一条柳枝 这条柳枝给画面增加了生机 用重复添加方法装饰的花纹 让人感到器皿的古典美 还有两边的窗帘 后面的窗户 窗台 以及窗台上几盆花 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感 画面显得很丰富 自然 另外 这幅画的色彩 既鲜艳又有强烈的深浅对比 所以很好看 桌子上的物品 上面有暖瓶 香蕉 几个不同形状的杯子 杯子里面的几个冰块 使人不禁联想起 几分钟之后 冰块会融化成水的样子 而水又会被谁喝掉呢 还可能会使人想到 有冰的水一定很凉爽 可是当冰块融化之后 水也许会一点一点变热 等等 如果再继续想下去 答案一定会有很多 总之 这幅画虽然表现的是净物 但一点都不呆板 桌面上重复的线条 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给人以美的感受 好了 欣赏了几幅小朋友的作品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作画方法吧 先画上面的弧线是面包 画个半圆形 再画浪线是青菜 画一些短线是褶纹 画条弧线是面包 画上一层肉 画一层面包 汉堡放到哪里呢 小的盘子里 画一些点是芝麻 进处有块糖果 先画一个椭圆形 画上绳 画上包装纸的一端 包装纸的另一端 遮挡方法 再画一个糖果 用同样的方法 画上包装纸的一端 包装纸的另一端 后面做个胖娃娃 胖胖的脸 头发是麻绳质感的 一柳一柳的 头上系个装饰球 头上系个装饰球 圆圆的小豆芽 翘翘的小鼻子 脸上还有些小雀斑 好可爱呀 好可爱呀 画上衣服领子 服装的上半身 画一圈飞子 画一圈飞子 小娃娃的手中 拿个大大的圆圆的棒棒糖 画出娃娃的手 另一只手 另一只手 将小裙子画完整 将小裙子画完整 画出裙子上的花纹 小圆点与花组成的花纹 画一些短线 表示头发上绳子的质感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画出裙子 画出裙子的月 画出裙子的小花 画出裙子的小飞子 画出裙子的小片 这些物品摆在桌子上的一个垫子上 垫子的一端系着绳子 将垫子进行装饰 用重复添加的方法 添加折线 再添加小的折线 右边和左边的花纹相同 娃娃后面有个布连 用弧线来画 右边与左边基本对称 再补画一些小的细节 辫子上的短线 糖果包装纸上的花纹 让画面尽量丰富一些 图这幅画时 先图娃娃物品的颜色 再图远处的物品的颜色 最后图背景 汉堡的颜色 可以用上渐变的方法 这样会显得更加真实 让人看了很有食欲 娃娃头发的颜色 不一定是黑色的 只要好看 任何一种颜色都可以 下面 让我们一起来涂色吧 让她的风格 也еп大了 去更加热 拿起来 245公里 1个人 但是 2个人 1个人 好了 桌子上的物品这幅画完成了 小朋友 你准备都画哪些东西呢 快来画一画吧